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生态环境有各种维生物在人出生后便生存在各个部位 负责消化营养吸收的任务 特别是消化道中的维生物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更与全身健康有关 像我早餐来不及吃午餐随便吃 宵夜又过量 隔天就排便不顺 想上又上不出来 或是下午喝咖啡吃甜食会感觉不上不下 心酸感会一涌而出 益生菌可以帮助排便 但要维持消化道机能 我会建议选择有补养流概念的产品 推荐这款保畅医生菌 补菌 以专利的抬酒天选酒窖菌 补充强势菌株 养菌 日本专利水溶性膳食纤维 提供医生菌所需的营养 流菌 更要帮助医生菌占地盘 让消化道环境正向循环 此外 针对吃饭时间不固定的族群 以消化酵素辅助 减轻身体负担 我常常在户外工作 上厕所不是很方便 水也不敢多喝 就感觉下面湿湿闷闷地翻反覆覆 嗯 闷闷有点尴尬 这类女性常有的尴尬问题 通常是过度忍耐 熬夜或生理期引发私密困扰 此外 消化道作为密林会互相影响 也要注意改善排便不顺 双道守护 推荐每日一克保密益生菌 含有美国专利蔓越莓萃取物 低甘露糖 维他命C等 对女性相当重要的营养素 改变细菌虫生态 提升保护力 像我常会为了业绩啊 有聚餐 然后天天海鲜 虾子 螃蟹 海鲜吃到饱 那我自己有家族遗传食 这也是台湾第四高的健康议题 吃太好 却新陈代谢差 研究指出 益生菌跟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不只影响消化道 更可能扩及全身健康 推荐获得国内外专利与文献证实的 台九天选酒浇菌互方组合 每日一课风静益生菌特殊成分分解效果 从源头调整体质 台九生计百年酿酒大厂 懂发酵更懂菌 耗费十年反复筛菌 培养独家专利天旋酒浇菌 协同国内外知名成分发展出每日一课 次世代机能型益生菌 为生活打拼的同时 别忘记好好照顾自己 从消化道出发 调整体质 守护全方位健康